不止他的证交税可能缴了非常多 所以我是很建议 政府这件事情应该是就是把 当作是个税制改革 那为什么证所税税制改革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说证所税能够磕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土地 证值税上面或其他的部分 可以去把税制合理化 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证所税 它可以就是比较正常的 在一个好的逻辑之下 能够去把它推动 那现在这个版本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三个原则 第一个证交税降 第二个证所税分离磕税 第三个有所得就磕税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 应该是可以解决这问题 我想这个周院长 这三个提纲很清楚 就是说现在社会上 我们可以看到 证所税当然是知识体大 这个绝对不是说 你一个想法 然后踢出来马上就干了 这个要博彩周知 社会构结成讨论 然后很完整的 我觉得不一定要急 但是你可以用一年两年三年时间 都不迟 但是你可以规划一套非常完备的 正所税的版本 我相信 假如各界大家都觉得 这很棒的 对台湾社会一定有帮助 但是假如你目前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诸的争议 我们从来没看过 在中华民国历史上 有这么多的企业家 大家公开站出来 叫总统呛响 这个从来没有过 你看过去来讲 这个商人跟 所有的我们政治的高层 大概都是维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 但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 你看这三个月来 所有的大七的老板 他几乎都公开站出来 来呛响 跟政府表达他们心中的愤怒或不满 有人讲黄金十年变黄土十年 然后又说这个 现在掌舵人 不知道把这个船开到哪里 这个话其实都很重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马总统 在这一次 其实我们肖前副总统讲到三点 他其实很委婉的 就告诉你 第三点公平正义的迷失 他斩断了政府跟企业界的信赖的关系 他已经很严重看出 这个台湾现阶段的一个困局跟方向 我们稍微学习回合 我们要看看台湾的人才战争 到底在下一个回合我们怎么办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我们的小孩子 大概都已经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了 要进入到这个职场了 到底你的小孩子 应该留在台湾还是在国际 国际舞台去冲刺 我相信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选项 那台湾的人才 现在我们所面对 我们很多产业 面对非常严重的夹杀的危机 而台湾的人才 也面临现在节节败退的杀戮的景象 这个景象 回来是我们再请教陈理事长 来告诉我们 未来台湾的人才 到底何具合总烧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我想在 现在各校园当中 黎哥大概都奏起了 我看很多大学的毕业典礼都已经办过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 假如你是大学毕业生 进入到职场 现在的薪水是26,577 大概比13年前 少了三成 这个数字讲起来是 非常山感情 我记得三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进到职场 我的薪水是16,000 这个数字跟三十几年 我看没有差很多 所以这个长期这样下来 我相信台湾是有一些 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相对的危险 有人在讲这个 年轻人的世代会变成奔世代 那最近许先生在讲 他说台湾正面临 逆水式的经济环境 他已经有很多的优历了 所以我们徐理事长 最近希望在工种内部成立 这个智库小组 那我想他对台湾的未来 他有很多的看法 也许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我们陈理事长最近写了一本 叫翻滚吧 MIT的人才 台湾一向以人才的多著称 我们可以开创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这跟台湾的人才的竞争力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 我们一方面薪水 十几年来动弹不得 我们理事长 我想譬如说我们刚才看了 所谓的你的看板上写的 企业新鲜人 这些都是事实 但站在我的角度 来看我们需要了解说 我们面对这个情境 我们怎么办 或者面对年轻人 或者我们在社会的中间阶层 我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有一个事实 我们是跑不掉了 就是社会在变 企业在变 全世界都在 整个板块都在变 变是唯不变的因素 整个变 包含特别台湾 因为我们在整个面对的情境 外面的大环境 我们也跟着在转型 可是台湾跟新加坡跟韩国 唯一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他们比较少的 我们比较多的是中国的元素 我们把所谓的生产 或者一些工厂把它移到那里去 那这里地方会反映到这里来 这个图片来 因为在一个年轻人的就业市场里头 我把它分成三个或者四个板块 一个叫做就业 一个叫做职业 一个叫事业 这个三个板块 那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很多的企业 移到中国去 我们的就业板块移到那里去了 什么叫就业 就打一份工 做一份 找一份 来一份薪水 第二个叫职业 它没有太大的企图心 可是我要一份职业 我要上下班 我要一个固定的收入 那这个板块慢慢也移到那里去 第三个叫做事业的企图心 我想开创一片天地 我想有一个作为 可是你可以看到刚才先你提到了 说因为我们的工厂一过去 所以这批人一过去 我们也需要一些经营者过去 所以我们的一些人才 所谓事业有一些企图心的 也被吸引过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慢慢慢慢把它沉淀下来 到底在未来 我们知道我们要回来说 台湾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要做哪一类的事 哪一类的产业是我们要发扬光大 我们要投资的 所以这个地方 先生你刚刚提到非常棒 就第一个台湾国家 有一个国家的定位 要重新定位的 定位跟愿景 这我看到最近做了蛮多的 第二个企业也必须要重新定位 说我在海外的布局 跟台湾版地的布局 我怎么布局 最后就是一个人才 人才包含个人以及包含学校 未来人才我们要来一类的人 我做了比较多的企业教练 高层的企业教练 他们告诉我说 我在台湾我找不到我要的人 我不知道 那这个地方告诉我说 我们企业要的人才 跟学校或者市场上的人才 中间没有一个紧密的结合 那我就鼓励这些老板说 你要大声说出来 你需要哪一类的人才 他其实现在我们台湾需要很多的 除了我们看到了服务业的人才之外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才 能够兼营国际市场 开拓国际团队 比如说我们一百个厂 跑到不只在中国 其实台湾很多的企业跑到 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很多国家都有 包含中南美 包含捷克斯拉夫 whatever 我们都有 那问题我们的干部哪里来 我们的人才哪里来 所以教练协会 我们今天很积极的 在怎么来帮助企业说 你怎么跨过这个红锅 怎么样跟企业跟个人跟学校来接轨 那一个年轻人受教育 他的选项 父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父母怎么样来一起来 来参与这个转变的过程 你刚才讲的这个 现在这个就是那个差距 这个两个差距 企业要的人跟台湾现在要提供的 比方说我最近看电视 日月光讲说 他在台湾要征聘3000个工程师 他说现在1000人已经匹培穿 就后面找不到了 那另外还有很多产业老板也告诉我 他说我在台湾 我用了1000个大学毕业生到生产线 他说三个月之后 跑了一半以上 他说大学毕业生 没有人要去工厂 台湾以前我们有 二季三专什么 这个一大堆的技术学校 所以那些他有很好的技术教育 然后他毕业之后他当黑手 他甘之如鱼啊 现在我们把那个技术教育都毁掉了 毁掉以后呢 很多大学毕业生 我念大学 然后你叫我到工厂 我这个腰杆弯不下去嘛 腰杆弯不下去 现在我们大学毕业 培养非常多的大学毕业生 但是呢 好像不好用啊 那这个是台湾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说我们明明看到技术教育很重要的 台湾本来以铸造建厂 对不对 那我们把技术教育毁灭以后呢 我们现在通了改成大学以后呢 教育制度的调整 非常的僵固 又不知道怎么办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又回来我们每一个学校的定位 对 不是每一个学校 哦 因为我是大学 所以出来全部是工程师 那这是学校自己教育体制 自己定位的问题 技术教育是一个企业里面 或者一个产业里面非常中间 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回去日本看 他技术教育 他老师傅一代传一代 很多的美感 很多的精华 很多的经验全部在这儿 我在书里面特别强了老师傅 怎么来做传承 那我会这个地方 我鼓励就是年轻人 也鼓励学校 自己怎么来定位自己 你自己不是设计 或者不是真正走到创意 开创的人才的话 技术是非常重要 对国家来讲 对一个产业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考虑 好 我想这个就是台湾 其实我们怎么落实 像几年前我看了一则新闻 其实我感触很深 为什么 那个北京奥运的时候 2008年 那北京奥运 最后都整个解决了 为了一颗千球 这个千球怎么回事 全世界做的标准规格的千球 只剩下日本一个 八十几岁的老师傅在做 因为那个没有市场 因为全世界一年要的千球没几颗 那个老师傅从年轻时代一直做到八十几岁了 现在他没有传承 然后他说他对北京违反人权 他非常不以果同 他不卖 不卖的时候最重要的麻烦 怎么办 奥会主委听说特别跑一趟日本去办法 那个老师他说这个一定要卖 这个不卖的话 北京奥运办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就代表 你看日本有很好的工匠精神在里头 台湾其实我觉得 我们现在开始去大学 全部改制变大学以后 我觉得这个麻烦就在这里了 我想请教我们院长 就是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在大学里面 其实我现在一直都当院长拉拉队 我们政大气管系政大商学院 我们有很多要干什么事 我们就义不容辞 我们总希望我们的母校 培养更多的最卓越的人才 但是我想这几年我们感受到 现在像比方说我去参加政大 咨询委员会议 大家都在感叹 这个像政大很多老师 被挖角到香港到大陆 那大陆现在更明显了 我们明显看说 连教授薪水我们都低 这个除了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生 出来地外 连教授薪水都低 所以那个一挖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我想 现在从连根拔起 就是大学毕业生出来 找不到工作 然后我们教授 他有更多的很好的职缺 等着他走 那这样的一个掏空景象 你觉得台湾到底未来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台湾这个问题 要解决的话需要一个 我们所谓你知道 我们有个物理有一个天文学 有一个理论说 这个世界产生是一个Big Bang 有一个大爆炸的一个结果 那么以前我们在金融市场里面 讲说要有大的变革 也是Big Bang 但美国跟日本都发生过 其实台湾需要一个Big Bang 为什么需要改变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整个教育体制实在太僵化 它僵化到时候 我们都动不了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如果今天我们再讲一个市场 市场要有四个要素 这个市场才会蓬勃发展 第一个这市场里面的厂商 它要能够进来能够出去 没错嘛 第二个就是这市场里面的商品 这个厂商要有能力 可以自己去定价 第三个这个市场里面的厂商 它要能够自己决定 它要生产什么样的商品 对不对 第四个呢 它要能够决定数量 对 可在我们现在的大学里面 这都不能够决定 现在银行也是 银行也是 你说你今天 你大学的静跟初 教育部管理 对 你学生人数多少 它管理 对 你的学费多少 它管理 对 你可以开什么样的领域 它管理 好 所以有一个企业家 曾经问我 他说那周教授 如果说你们办的 把学校办得非常的好的话 你可以不会增加学费 学费增加学生 我说都不行 那他说那你为什么 要把学校给办好 哈哈